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建立的武装拓肯基地 因无天险可守 只有青壮年屯居聚居 因此地名被称为乡勇围 俗称名壮围 后来简化称为壮围 关于壮围的宗教信仰 位于宜兰县壮围乡 古亭村的永会庙 俗称牛仆子王宫庙 奉赐主神开张圣王 据传 早在1766年间 木桶以泥土塑造一尊神像 并以茅草搭庙膜拜 然而地方人士发现神威灵感 信徒参拜日众 由于当地乃是一片草谱 为木桶放木牛之之地 通称牛仆子 于是本庙也俗称 牛仆子王宫庙 而位在壮围乡 滨海公路旁的永正庙 便是宜兰县内 年代最为久远的庙宇 据说 是宜兰地区最早的 开张圣王庙 清朝乾隆九年 鲜明迎接张州开张圣王祖庙的 芬林今生作为守护神 经过北海岸登陆本地 劫草安慰 数年以后此地人烟成吉 为求神灵护震保平安 定庙名为永正庙 从永正庙旁的坡道 上行约三四分钟 即可抵达永正海滨公园 这里辽阔的海景 风光绵延 是民众散步 远眺龟山岛的好地方 尤其是清晨日出更是美丽 欣赏蓝阳八景之一的 龟山朝日的绝佳景点 转为乡 早期居民产业以农业、鱼业为主 而稻米的产量更名列台湾三大米仓之一 是一个充满乡村气息的滨海地区 壮为乡公所 为了推展在地优质稻米 以及各地美景 连续几年在中央桥下的稻田 以不同颜色央苗进行彩绘图腾 独特的创意 获得广大民众热烈回响 今年再度推出虎金、稻田彩绘 从桥上往下看 栩栩如生的虎金 悠游自在 游在田间 除了物产丰富 景观优美之外 壮为乡更是个民风纯凉的地方 四处可见的庙殿公寓 弥漫着浓厚的乡土文化风味 置身其中 记忆仿佛也随着鸟鸟上升的香烟 回到唐山过台湾 开垦蓝阳时 艰辛泛黄的历史侧业之中